HELLO 大家好,我是JC 今天要來跟大家示範一下如何拯救一張 在拍攝當下可能光線條件不是很好的照片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照片是在傍晚拍的 其實當下的光線已經非常的昏暗了 而且現場光線你可以看到就是Model 本身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光線照射 所以臉看起來有點昏暗,而且白平衡也不是很正確 那我現在就來跟大家示範一下如何來挽救這張照片 OK,那我使用的工具是Adobe的Lightroom 首先第一步會先針對曝光的部分來進行調整 好,那我們就來直接調整曝光度的部分 OK,我們現在把曝光度調到差不多覺得OK的時候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我們會去調整高光的部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背景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曝光度調整之後,背景已經會有點 背景的那個光線已經稍微有點過曝了 所以我們來調整亮布的部分 把高光降低一點點,還原它應該有的一些細節 好,那白色部分也可以稍微降一些 好,那接下來我們調整完那個曝光的部分之後 我們要來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白平衡的部分 白平衡的部分的話,我們就是直接透過調整色溫 我們把色溫把它加到稍微比較溫暖一點的感覺 OK,我們調整到比較溫暖的感覺之後呢 會發現我們model本身人臉的部分有稍微偏黃的跡象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在底下針對每一個顏色單獨的部分來進行調整 OK,那我們會針對人臉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調整顏色當中的橘色的部分 我們把它人臉的部分,飽和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然後把它的明度稍微調高 調整明度是會讓那個膚色看起來更透亮 好,我們大概調整一下 OK,好,大概調整到這個層數之後 接下來第二個要調整的部分的話是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的話是針對我們純色的部分 我們把紅色稍微加多一點點 OK,那看起來會讓純色更好看 好,接下來第三個我們要調整的部分呢 是我們在這個飽和度部分 我會把飽和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來調整鮮豔度 OK,調整鮮豔度的話 它的用意是會讓一些顏色比較深的顏色的話 看起來顏色會更深 那飽和度降低的部分的話 是會讓一些過度比較中性的顏色看起來會比較柔和一點點 OK,那接下來的話 我會稍微習慣稍微加一點點的暗角 加暗角的用意是我希望讓畫面看起來可以讓視覺更加集中 OK,基本上我們調到這個部分已經差不多完成 那接下來還有最後一個小小的部分就是牙齒的部分 大家會發現就是牙齒的部分好像稍微有點偏黃 那這個在Lightroom當中其實處理還蠻簡單的 我們直接使用Lightroom的調整筆刷 我們稍微把曝光度調高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就來開始對牙齒的部分進行塗 進行塗刷的部分 好 你會發現在調整在塗刷的時候可能感覺不會太明顯 沒關係,你就是先把它塗滿 把你要塗的部分大概塗滿之後呢 我們來調整曝光度 好,我們稍微調高一點點之後 接下來就是針對色溫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把牙齒整個塗滿了之後 我們把色溫調低一點點 OK,那你就會發現牙齒從原本黃黃的變成 就是比較原本應該有的白色透亮的感覺 OK,好,我們完成比刷之後再回來看 就會發現整體牙齒感覺看起來更好看 那我們再比對一下原本還沒有後製之前的感覺 這是原本還沒有後製的照片 那看起來就是會感覺就是一張滿失白的照片 那經過一點適當的調整後製之後呢 照片就會變得非常好看 OK,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針對這一張 就是平常可能拍攝條件比較不太好的一個照片的一個簡單的後製教學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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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